近日在美国陆军协会的年会上 美军展出了很多全新的武器装备 其中有两款新型直升机格外引人注目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两款新型军用直升机 分别是贝尔公司研制的360步驱攻击侦察机 和西科斯基公司研制的S97突袭者高速侦察攻击复合直升机 其中360步驱直升机拥有良好的飞行品质 和强悍的作战能力 该机在初始设计中就采用了模块化开放式航电系统 和先进的机载传感设备 以满足美军对未来攻击侦察直升机的要求 S97突袭者直升机则是世界上首款采用 共轴刚性双旋翼加尾部推进式螺旋桨的 复合动力直升机 其中双旋翼设计解决了飞行中的平衡性问题 凭借这一独特设计 S97突袭者获得了远超一般直升机的飞行速度 山西大通的网友关中蒋武堂提问 美军现役的AH-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以说非常优秀 为什么美军还急于推出下一代的武装直升机呢 这个原因很简单 两个字赚钱 想想看 AH-64毕竟已经服役这么多年了 而且它的主要的用户 美国陆军 它的需求量基本上饱和了 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军火商来说 肯定想开发新的信号 那么重新再赚一笔钱 而作为这个用户方来说 美国陆军实际上也是在积极配合军火商的一些想法 所以说 推出新的武装直升机 就成了一个势在必行的事情 与贝尔360部驱直升机的常规设计相比 S97突袭者直升机采用了新颖的复合推进方式 这会不会成为下一代军用直升机的发展方向呢 对未来直升机而言 高速直升机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现在我们看到S97体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要想实现直升机的高速化技术途径 不仅仅是S97这一种方式 但是就目前来说 S97这种推进方式 它的技术前景是被大家最看好的